过来 这两只不听话的狗子 嘿嘿嘿 等下掉到山下面去了 哎哟 疯了 上来 哎呀 你们俩咋就这么逃了 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 啊狗子 换一个地方带他们玩一下 不然的话等下掉到山下面去的 过来 来了 哎还有一个呢 这狗子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这个狗子迷路了嘞 你看这身上弄的 这个天气是真的热 他们俩跑到山上 就躲到树底下去了 这两个狗子在家门口就跑别人的沙 到山上来的就在跑泥巴 看这泥巴被他们跑的 这山上唯一顶不住的就是这个蚊子太多了 对不住了兄弟 出门忘了擦花露水了 这手上给咬的 哎 带你们两个出来玩一圈真不容易 又开始了 赶紧开始刨啊 等一下回去就刨不了了 看下后面那狗子不停的在刨 嘿嘿 我有的时候都怀疑这两个狗子是不是二哈变的 一天到晚就喜欢这样 真是福的 这山上的蚊子就跟要吃人一样 可能很久没看到人呢 不知道给我身上咬的多少个包 哎 走了回去了 回来之后给他们弄点米饭 加一点菜汤 他们还挺喜欢吃的 这两天一直都是这样喂的 然后再配一点狗粮 挺好的我感觉 这两个狗子吃饱了 有点睡午觉 这睡午觉的姿势还挺销魂的 这小伙子来躺好 这样躺着 哎 这一个都睡着了 你们睡一会吧 吃饱喝足以后 带你们俩见一下新伙伴 来看看饭桶 这个吃货 亲一个 这狗子好像有点怕 豆芽来 见一下新的小伙伴 完了 看到豆芽他也躺着不敢动了 之前我带着狗子出去玩 他看到别人家的鸡 他吓得直接跑了 他都不敢跟我走 这估计也有点怕豆芽跟饭桶 算了吧 这么怕的话 你还是下去玩啊 胆小鬼 这狗子 这两个狗子 刚刚带他跟豆芽玩不玩 跑哪去的 被我找到了 哎 这头上咋回事 都是蜘蛛网 全是蜘蛛网 也不知道他跑哪去的 现在这两只狗子跑不丢了 出去玩了之后不管跑多远 他们都知道自己回家 这一点我现在还挺放心的 而且我也看了很多粉丝留言 给他们取的名字 我还在参考 本来我不是打算送出去一只吗 有粉丝跟我讲一只不好养 我还在纠结 如果就是说能送的话 尽量送一只 我也不想养太多了 所以说能送一只是最好的 哎呀你这个蜘蛛网终于被我弄掉了 这爪子 这下面还有 好去吧